日前胡仙儿老公李承德在视角平台晒出带两个儿子在雨中散步的画面 两人都穿着黄色的雨衣 大儿子李一婷面对镜头咧着嘴笑 看上去有点害羞 双手拿着伞给弟弟打伞 画面非常有爱 没想到有网友留言指责李承德是世纪软饭王 老婆在内地辛苦拍戏 她天天带着孩子玩乐 对于此次老公被骂软饭男 胡仙儿发英语签字文回应十例互夫 看得出来夫妻俩感情非常好 绝不会容忍别人来抵回自己的爱人 近日胡仙儿获邀刘嘉玲访问节目黄续照示出 身穿黑色领衣西装搭配干练短发 整个人都散发着直性郁姐范 又帅又萨 黑色领体西装 很好地显现出她的柔美 给人一种亲切感 阔腿西裤的设计 更好地修饰了腿部信条 胡仙儿选用金色圆形耳环 为造型增色 大环能够很好的修饰领部信条 还足够独特吸睛 喜欢就令音乐呗